主料 高筋面粉200克 低筋面粉50克 淡奶油75克 牛腩115克 辅量 糖40克 盐2克 以下装食用低粉20克 糖粉10克 黄油10克 所有材料混合成团 放入冷藏室一小时 取出在案板上搓揉 可以小片薄膜就好了 室温八角两倍的 拍打击压排出空气 平均分成8等分醒10分钟 取一个面团 用手稍微拉长 按扁 用擀面罐从中间点分别往两头擀 横向卷起来 两头稍搓一下 擀入烤盘中 放烤箱倒数二层 低层放一空烤盘 倒入80度左右的热水 关好门发酵50分钟 发酵好后刷上袋叶 撒上面包酥粒做法是黄油 柔软化小质发白 拌入低粉糖粉 拌入预热好的烤箱上下火中层180度15分钟 好软嘛 占都占不直了啊 烹饪技巧 一 原房的牛奶是100克 现阴天气干燥增加了用量 二 现冷藏后用手揉更容易出筋 成品也会更柔软些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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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